最近有兩個人引發了一些失言的風波 一個人在國外 一個人在國內 在國內的是全聯的總裁 徐從仁先生 他在自己的新書發表會裡面 他說到年輕人很會花錢 後續的效應 我們在新聞裡面很清楚的知道 可是我也必須說 徐總裁他在這一段話當中 不全然是失言 有很多其實是媒體的渲染 或者是網路上言論的一個風向 那當然啦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自己的發言是不是有可能被負面解讀 或被負面詮釋 這的確在某種程度上 自己也要負責任 那另外一個就很明顯了 在國外的這一位 是聯合航空的CEO姆諾茲 我們都知道他發生了一個 要請乘客下飛機 結果打人的一個暴力事件 這在公眾的形象已經夠差了 結果呢 他在公眾面前 道歉之後 一回頭在自己的內部信件 面對自己的員工的信件當中 他說到 這個被暴力相待的乘客 是引發混亂又好鬥的 人前人後一個嘴臉 那不管是國內的事還是國外的事 這些事情 無論在他們的企業形象 和公司的股價 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可是回到你我身上 你知道當你說錯話的時候 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嗎 或者是更嚴重的問題是 你知道自己有說錯話嗎 有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說錯的話 但我們自己不知不覺 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講一個很真實的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他剛臨盆剛生了小孩 他在臉書上分享他自己生小孩的喜悅 很多人都獻上了很誠心的祝福 包含我 我也是恭喜他 但其中呢 我在臉書下面的留言 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則 很特別 我唸給大家聽 這則留言是 生小孩很辛苦 帶小孩更辛苦 如果你是這位母親 當你看到這一段話的時候 你心裡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是我的話 我相信這一個人沒有惡意 他不僅是沒有惡意 他反而是帶著滿滿的善意 要提醒這個母親 日後的養育 才是需要我們花費很多心力的 但是無論如何 在此時此刻 當一個母親很辛苦的 終於把孩子生下來之後 你看到了這一則留言 你會覺得 你收到的是一份祝福 還是一頭冷水泼下來呢 這就讓我想到 在宜蘭的傳譯中心 曾經也有一個新聞 就他們那邊的停車場的收費亭 去做了一個設計 設計的出發點 要回歸所謂傳統藝術的概念 所以做了一些裝點 但是不設計還好 一設計出來 大家一看到照片 都覺得這個繳廢亭 看上去跟靈堂沒什麼兩樣 我們必須說 從這個設計者 或者從這些主事者的角度來說 他心中想的是要去美化 結果呈現出來的 卻像是靈堂 其實說錯話也是同樣的邏輯 你可能沒有這個意思 但別人會有那種感覺 一旦當我們說錯話 導致別人的感覺 不是很好的時候 自然這個人 他就不會跟你做連結 甚至於會進一步的背隔你 可是你可能永遠不會知道 自己說錯了什麼 卻要一直承受這些負面的結果 或許你會覺得大家都很小氣 我說錯話了 你明白跟我說就好了啊 可是我們角色互換一下 換成如果是你 當有一個人對著你說錯話 惹毛你 做了一些很白目的表示的時候 你真的會跟他解釋 他到底哪裡白目嗎? 你可能就兩個反應 笑一笑 掉頭走人 從此以後不相往來 或者是當面就給他一張臭臉看 甚至於你們日後如果有交集的話 在日後的很多合作 有意或無意的 去做一些負面的杯葛 你會覺得自己很小氣嗎? 還是你會覺得 我何苦吹奏一池春水 白目是他自己生命的責任 我有什麼義務 需要告訴他他哪裡做錯了呢? 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你我都是一樣的 我們很多時候是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我們用心的學會 怎麼樣好好的回應他人 我想這不僅是一種能力上面的提升 更是一種修養 否則啊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損失的是什麼 這些名人會知道自己說錯話之後的損失 但是換作是你我 你真的想要承受這些損失嗎? 最可怕的是 因為你我可能都是一般人 我們說錯話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 我們失去的是什麼 但也因為這樣子 如果不用心 我們可能也永遠不知道 我們應該要怎麼前進 我是凱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 請你在影片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剛剛有談到 回應 它不僅是一個能力的提升 它更是一個個人的修養 其實如果回到回應的學習 它是一門可以學習的技術 而且透過學習和實踐 它更是一門生命的藝術 你或許會羨慕有很多人 講話非常的得體 但所謂的得體是什麼呢? 難道是那一句話 放在所有的時空都成立嗎? 其實不是的 同樣的話 可能你說和別人說效果是不一樣 所謂的得體就叫做 當你能夠覺察到 你的對面的人 或者是這個環境的情緒 並且搭著那個情緒 去做出最適當的回應策略 關於這方面的學習與前進 我在5月12號開課的人際回應力課程 正是用系統的方法 讓你能夠學會這樣的技術 而且透過這樣的技術的實踐 融合你個人的個性 成為你回應的獨特藝術 詳細的課程資訊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都搜尋得到 謝謝你的收聽 我們再會